山口县 山口县位于日本本州最西端 可说是日本的绝境圣地 被誉为此前必去绝境的角岛大桥 CNN选为日本最美31景的原乃鱼神社 日本三大中蠕动的秋方洞等都在这里 秋翻城由毛利兆元于1604年建造 在接下来的260年里 秋城夏亭繁荣发展 昔日的武士住宅 古老的泥墙和秋城夏亭地区的布局 仍保留着传统的面貌 秋市在明治维新前后都很活跃 许多推动日本近代化的名人 例如高山静坐 墓布笑语都诞生于此 旅馆方合庄 鉴于大镇初期的墓造二层建筑 已有百年历史 被指定为秋市的重要景观建筑 气氛与一般旅馆略有不同 过去实际上被用作红灯区 因为西元1900年颁布的取缔昌记法 让这地方从油锅变身成为旅馆 山口县长门市的园乃于稻城神社 被美国CNN列为日本最美31处之一 有着一条绵延不绝的鸟居隧道 这123个红色鸟居沿着山坡一路延伸到断崖边 可以欣赏海浪冲刷海石洞时的龙宫潮吹景观 被誉为死前最想前往的绝境之一的角岛 大桥连结日本本周与离岛交道 总长1780公尺 曾是知名汽车广告 Lexus Mitsubishi Suzuki等的拍摄地 连牧村拓栽的代表作 Hero 都曾远到此来取近 秋方洞位于山口县中部的秋吉台地底100公尺处 是日本最大的中乳石洞没有之一 内有许多石森与中乳石 以及巨大石灰岩形成的梯田 都是贵重的地质学标本 洞穴内的气温全年保持在摄氏17度 东南下凉 非常舒适 入住旅馆前先来到了同样位于盐国市的天妇罗餐厅 享用今天的晚餐 这家定食店最早是金银鱼饭的生意 他们使用的是每天从中央批发市场运来的新鲜海鲜和蔬菜 每一块都经过精心榨制 景带桥是位于日本中国地方山口县 沿国市横跨景川的木造拱桥桥梁 也是当地知名的观光景点 与位于东京都中央区的日本桥和位于长崎县长崎市的眼镜桥共同被列为日本三名桥 整座桥梁由五座拱桥组成 全长193.3公尺 宽五公尺 除桥蹲游石头以外 桥身完全未木造 桥的内侧是 玉途狙击 不成堡垒遗迹 桥的外端则是城下亭 百姓生活的地方 这座拱桥可谓是颜国的象征 开车旅游是很享受的一件事特别是在日本的乡间 有的人会坚持在旅游时一定要开卖car 而我则偏爱租车能够尝试驾驭不同车型 那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